花莲縣封冰箱在上午七点多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车祸意外 一辆客运跟休旅车发生了擦撞 客运从桥上翻落造成了一死五伤 车上的两名乘客在车祸当下被抛飞出了窗外 当众一名女乘客摔落溪谷当中 找到人时已经明显死亡 而在下午四个家属赶到医院 看到了亲人变成冰冷遗体 情绪崩溃 花莲縣封冰箱早上七点多 一辆休旅车跨越双黄线想转弯 和对象客运发生擦撞客运翻落溪谷 两名乘客当场被抛出窗外 紧销到场救援 车上韩司机明明应该要有六人 却怎么找都少了一个人 还是少一位少了一位女性 掉了绳子下了桥之后才发现真的是人 原来被抛飞的女乘客跌落溪谷倒在溪水当中 特搜队出动绳索将女子吊挂上岸 遗憾的是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宋医人宣告不治 民众透过特征找到了死者家属 死者的哥哥正巧就是不远处的封冰箱 敬浦村村长 什么时候知道妹妹的消息 早上才知道啊 我们是有人大概在传那个公车消息 看到妹妹不幸罹难 哥哥难掩哀伤 出门上课却遭遇死结 留下四名子女 而赵氏的休旅车驾驶就读治理科大 这次和同学七人两车来到花莲露营 疑似想要转弯进露营区 跨越双黄线和客运相撞 同学你们是几个人来往 他上七点半发生事故 他是怎样 两个两部车 客运司机和另一名被抛出车外的男乘客 受到重伤 其余三名乘客则是轻伤 肇事学生没有受伤 同学则受轻伤 详细的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 由警方调查理清 记得陈敬业花莲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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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